今天要教大家來設定 BeatingTelman RV 聚集功能操作教學 首先我們翻到 手把的後面有一個按鍵 我們就壓著按鍵 然後壓著不放之後 就會看到前面控制燈 四個都閃爍 此時我們就可以放開按鍵開始進行錄製了 可以看到我已經在按一些功能鍵 現在這些步驟全部會記錄到最後你按一下按鍵就完成紀錄了 完成紀錄之後呢就可以看到 我們點擊 NR鍵 也就是背面的這個NR鍵在手柄上面點一下 他就會開始自動 啟動了有沒有 他開始將你剛剛所操控的流程呢 記錄下來之後再重新 進行一次操作 左右兩邊的控制器呢都是要分別 錄製聚集的 接下來我們錄製左手的聚集 一樣要翻到後面點選他的按鍵 才能夠錄製聚集 在這邊 那左手通常是控制移動的方向 那我們進行錄製 我們上下左右走一走 好一樣我們就按住N鍵一秒 等到震動提示之後放開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按一下 讓他自動跑 有了成功讓他自動走囉 接下來教大家怎樣把聚集移除我們首先按著按鍵一樣 按著一秒後放開 試試不要輸入任何鍵再重新按一次按鍵 一秒 這樣結束聚集的錄製 這時聚集會錄製是空白的沒有任何操作 所以聚集就會被消除掉了 所以就不要擔心說 再按照 走把上的 ML或是MR的鈕 觸發了聚集囉 igit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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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